施警拘捕一名在賭場用假籌碼的內地男子 而假籌碼的來源仍然有待進一步調查 美麗常報道 施警表示偽造的籌碼手工粗裂 一共有101個 總面值是一萬多元 正是調查偽造籌碼的來源 施警在年三十晚接到申口案一間賭場報案 懷疑有人在賭場裏行使假籌碼 調查後拘捕一名在同日入境的福建男子 並在他身上和隨身行李裏搜出八十幾個籌碼 並即場證實這些籌碼是否偽造 有四張桌子投注過 總共亦有十幾個籌碼拿來投注 當時有贏有輸 假籌碼賭場那邊已經收在豬盆 總共是投注的時間贏一千多元現金 嫌犯將贏了的籌碼連同假籌碼 到貴位兌現的時候被職員揭發 他稍後將可能被控以欺詐性賭博 詐騙和將假貨幣轉手罪 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淳報道